接下来是由自知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志华所带来的最新观点李志华观点 波音的杂音飞机制造业拒请波音3万工人大罢工 劳资双方薪资博弈谈判陷入僵局 飞机制造业巨头波音公司3年3万工人大罢工已经持续数周之久 迄今劳资双方薪资博弈谈判仍然陷入了困局 工会成员的大罢工严重影响了波音的生产 使基本已经脆弱的财务状况和市场声誉在受打击 无疑是雪上加霜 对工人而言罢工虽然是争取权益的手段 但意味着收入中断和生活困境 因此双方是两败俱伤的 大家都有尽快结束罢工的迫切需求 近日波音当局提出了新的加薪方案 试图结束这一场矿日持久的罢工 然而新方案能否得到工会成员的认可 罢工是否能够就此落幕 仍然充满了变数 此次罢工的导火线是波音公司最初提出的加薪方案 未能满足工会成员的期望 工会对该方案总加薪幅度遭到了几乎一致的反对 工会成员认为在通货膨胀高企 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这样的加薪幅度不足以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 此外工会成员还对工作条件 福利待遇等方面提出了其他诉求 但是对于近年来挫折不断 业绩大幅下滑的波音公司来说根本是有利未遂 无法满足公会的要求 对波音公司而言 罢工导致生产停滞订单交费延迟 严重影响了公司的业绩和生育 对工会成员而言 罢工意味着失去收入来源 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此外罢工还对相关产业链和地区经济造成了冲击 所以双方应该要顾全大局共体时间才可以化解困境 此次罢工也凸显了波音公司在管理和企业文化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波音近年来面临多项重大冲击与争议 其中2018和19年两架波音7三机科技先后智慧 共造成346日死亡 调查显示新引入的MCAS系统设计缺陷和飞行员培训不足是重要的原因 此事件导致737MAX全球停飞近两年 波音其他机型也频频出现生产质量问题 787梦幻客机因复合材料结构缺陷多次停飞 交付延迟KC46空中加油机引运技术故障和质量问题多次反攻 交付进度严重落后 这些问题凸显了波音在质量控制方面的疏漏 进一步削弱市场信息 尤其是前几年因为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全球航空业陷入低谷 波音订单大幅减少交付量锐减 波音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 不得不裁员削减产能举债度日 波音在一系列危机之后 应该深刻的反思其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 除了在薪资和福利方面做出合理让步 更以重视员工的诉求改善工作条件 匡政管理层的决策失误和企业文化的缺陷 尤其是不要再过度追求利润 忽视安全 应重塑企业形象 尽速解决问题 以重拾市场信息和机遇 以恢复其作为全球航空制造商的领先地位 感谢观看